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样 我们先练习第一个用法 有一对姐弟 姐姐出生的时间是八点钟 弟弟出生的时间是八点零三分 用这个语法你可以怎么说 弟弟出生的时间跟姐姐差不多一样 也可以说 弟弟跟姐姐出生的时间差不多一样 现在他们都十五岁了 用这个语法你可以怎么说 姐姐跟弟弟年纪一样大 姐姐现在一百六十五公分高 弟弟现在一百七十公分高 用这个语法你可以怎么说 姐姐跟弟弟不一样高 姐姐常常买新衣服 弟弟也常常买新衣服 用这个语法你可以怎么说 姐姐姐跟弟弟一样都常买新衣服 用这个语法你可以怎么说 姐姐姐跟弟弟一样都喜欢慢跑 姐姐一次跑一个小时 弟弟一次跑两个小时 用这个语法可以怎么说 姐姐跟弟弟跑步的时间不一样长 每天下语以后 姐姐喜欢回家写功课 弟弟喜欢去图书馆写功课 用这个语法你可以怎么说 姐姐跟弟弟不一样 姐姐喜欢回家写功课 弟弟喜欢去图书馆写功课 也可以说 姐姐不跟弟弟一样 姐姐喜欢回家写功课 弟弟喜欢去图书馆写功课 下面我们练习第二个用法 姐姐跟弟弟一起去跑步 姐姐一个小时跑了八公里 弟弟一个小时也跑了八公里 用这个语法你可以怎么说 姐姐跑步跑得跟弟弟一样快 也可以说 姐姐姐跑步跟弟弟跑得一样快 姐姐看完了四本书 弟弟看完了两本书 请问 弟弟看书看得跟姐姐一样多吗 弟弟看书看得跟姐姐不一样多 也可以说 弟弟看书跟姐姐看得不一样多 弟弟说英文说得非常好 可是姐姐说得不好 姐姐说英文跟弟弟说得一样好吗 姐姐说英文说得不跟弟弟一样好 也可以说 姐姐说英文 姐姐说英文 姐姐说英文说得跟美国人一样快 弟弟说英文说得跟美国人一样快 也可以说 弟弟说英文跟美国人说得一样快 今天的语法你都学会了吗 我们再练习一下 这个男生穿的衣服跟这个女生的颜色一样吗 这个男生的衣服颜色跟这个女生不一样 男生穿着黄色的衣服 女生穿着红色的衣服 这个男生看的书跟这个女生一样吗 这个男生看的书跟这个女生一样 也可以说 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一样都在看日文书 这个女生的分数跟这个男生一样高吗 这个女生的分数跟这个男生不一样高 男生的分数高多了 这个女生的分数 这个女生的分数考的不跟这个男生一样高 也可以说 这个女生的分数 这个女生的分数不跟这个男生考的一样高 老师跟学生走的一样快吗 也可以说 老师走的不跟学生一样快 老师走的比较慢 请你比一比你的国家跟台湾什么地方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我是日本人 日本跟台湾一样都有红豆面包 可是日本的冬天跟台湾不一样 日本的冬天比较冷 你比一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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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